兩個FUBER都是低頭族的爸媽 怎麼樣不要讓小朋友 成為小小FUBER呢 有辦法站得住腳嗎 其實是有辦法的 像如果你們家 你們家都是用蘋果系統的話 他們其實在設定裡面 你可以找到一個叫家人共享 家人共享的選項 下面有叫兒童帳號 那我當時就問蘋果負責的這個人 他說我做這個兒童帳號 最主要目的是 小孩子可以自己有一個 所謂的自主性 他有自己的一個Apple ID 那這個Apple ID的好處就是說 你今天可以自己去下載自己的APP 但是他絕對不知道 你家長這邊 就是你們兩位是家長 這裡 你可以看得到他下載什麼APP 上過什麼網站 然後甚至於呢 他們可以用一個溝通的方法 什麼叫溝通方法 就是說你今天手機只能用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以後呢 手機會自己把你鎖定住 而不是你要跟他搶過來說 你不能玩喔 你時間到了 所以我們這台像母機 可以去遙控他那台手機 對 全面都不能用嗎 對 因為他鎖起來了 因為你設定 他只能玩一個小時 就有點像我們密碼 把他鎖住這樣子 鎖住了 對 這方便多了 所以他怎麼開也開不了 他要開一家問你說媽媽 他不能解開嗎 他那支機器不能解開 不行 要你幫他解 要你手機這段來幫他解 有點像在遙控他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你小孩子在做什麼事情 你自己都可以知道 比如說他常用哪些APP 常玩什麼game 那甚至於 你也可以跟他溝通說 你今天 因為你今天都沒有去做一些 戶外的什麼事情 或家事 或家事 你有做成了 好 那我們再來溝通 我要不要再開放個四五分鐘給你 而且這個有另外一個好處是 你可以把一些 比如說他們回去 有些人不知道 他會上色情網站嘛 那你這一段呢 一樣全部都可以鎖住 所以他們有時候 點下去的時候 他是點不過去的 所以他的APP 如果說這個本身這個程式 是有年齡限制的 他們是沒有辦法去下載的 他也無法下載的 因為這個Apple ID的兒童帳號 是13歲以下適用 13歲以上就不行了 所以那有些家長說 不用啊 他用手機用兒童帳號 去登錄設定所有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控制他 對 因為不然有些人就會說沒差 反正我拿我的手機給他用 可是你要想一件事 你的手機給他用的時候 他會誤觸你的社群 誤觸你的Facebook 是不是覺得很麻煩 那你反而幫他設定一組帳號 你就比較平衡 這可以用來限制旁邊的 另一半嗎 其實是可以的 也可以 是喔 其實是可以的 你可以用螢幕使用時間 指定程式 比如說他很愛看YouTube5個小時 你就設定3小時以後 YouTube程式會自己 就不能用了 好像蠻不錯 因為有時候我們可能沒有限制小朋友 假設我有限制小朋友60分鐘 可是常常給他 我們忙東忙西 想要叮噹他們的時候 已經2小時過去了 然後他們會就是 趁媽媽沒有發現的時候 趕快多晚一點 這樣好像蠻不錯 他就自己鎖起來 對 我是覺得這個程式固然是聽起來是不錯 但是我覺得 有兩個問題 我想請教專家 譬如說 我們在用這個交換 就是小朋友交換 可能是他玩了30分鐘 你必須幫我去做完成一個任務之後 變獎勵 對 你變獎勵 那小朋友會不會覺得說 好像什麼事情我只要做到了 我就可以 應該就要拿到這個對等的一個回報呢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然後再來 如果是夫妻在使用的話 會不會有隱私權的這個問題 看到對方的東西 這樣會不會造成 會造成另外一個爆點 我還是不太建議就是 我覺得小孩的兒童程式我會用 那其實中華電線 也可以開那個色情守門員 所以家裡面開起來以後 其實連爸爸都不能上 就是你連你都不能上 就是那些比較高齡的網站 對 那可是呢 如果說是成人跟成人之間 其實我覺得這蠻容易引起糾紛的 對啊 因為當你有了 我們人性就是這樣子 你有了他一點權限以後 你就會想要知道他更多東西 對 你就會很想知道 他全面性在做什麼 那我可以舉手 其實啊 我的手機的 所有Facebook啊 所有的LINE啊什麼的 帳號密碼 我老婆都知道 我非常開心 其實你有七組密碼 然後我只知道一組 我甚至全部 然後甚至於我的筆電啊 所有的帳密 他全部都知道 因為像他的我也都知道 然後我們兩個反而是 就是我們都很open 那變成其實為什麼 我跟我老婆七年 我們都沒超過假 我覺得他們是健康的夫妻啦 但是很多男生是不願意給的 我還是覺得說其實人就是 你再繼續走下去以後 其實人難免你會有自己的秘密 跟隱私 還有你總有一天你會遇到 你不太想讓對方知道的事 那我不是說 你就是他們第八你要注意了嗎 哈哈哈哈 不要這麼解讀也可以啊 我覺得七年一個循環啦 就是七十四二十一啦 我的經驗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這些東西 其實它其實是比較被動的 他剛剛問的第一個問題啊 就是說小孩 然後什麼三十分鐘交換 我覺得是一樣的道理 我們要去想的是 為什麼這個東西吸引他 而不是怎樣 我阻止他做這件事 我要想的是 為什麼其他的東西吸引不了他 然後他只能玩手機 我女兒有一陣子 對 就是他 我其實有給他手機 那但是他們都是很晚的時候 才拿到手機 像我的兒子他都沒有手機 所以他完全沒有上 就是拿手機的習慣 那後來我就發現 其實你就拿別的東西 吸引他就好啦 就是那個東西 不是必然存在的東西 它只要有更強的吸引力 它的那個依賴自然就會打破 比如說剛剛Friday的那個 畫畫的那個 後來我們家就買一台Switch 就買那個 不要講商品名 就買那個電動 對 就買那個就是大的電動 我們想說既然你們會想要 用那個東西來打電動 那我們就不如就換成 打全家一起玩 那我覺得這種東西 其實效果都很好 你的重點是全家一起 對 重點是他要跟人有互動 就是爸爸媽媽 其實每一個小孩 一定是對於爸爸媽媽的愛 會大過於手機的 那如果今天你的小孩 看手機的時間比看你多 是你要檢討 對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他寧願看手機 而不願意再看父母 爸爸媽媽沒有理他 對 這是根本的問題 我喜歡聽布蒂姐姐講故事 真的 上上跳跳 在家裡上上跳跳 在講故事給網友一聽 沒有 真的就是 就是昨天只這樣改了一天 就是我們去吃飯 他們就願意用那個餐廳 給他們的畫畫畫畫 然後用筆 以前那些畫畫跟筆 就是帶回家 然後又變垃圾了 昨天是真的第一次 他們因為真的沒有手機 回正常普通的小孩 他們就去畫畫了 然後昨天我們也是想說 怎麼辦 等一下回家 他們可能會不知道幹嘛 不然我們帶他們去公園玩 然後我們就帶他們去公園玩 多久沒有看到公園了 對 他們很久沒有晚上 去公園玩了 爸媽也會受到鼓勵對不對 我們也會就是 好像我們兩個也會覺得 好像講好的 你有附和我的那一則留言 他也把手機收 盡量收起來 對 今天吃早餐也是 就是我們會不自覺拿起來滑 我也看他就放著 我好晚我也放著 對啊 今天我吃早餐的時候 我就把手機放在桌上 後來我就把它蓋起來之後 跑去後面拿了一疊報紙 我就把那個報紙拿出來 哇 哇塞 這報紙 我已經 是不是八年起來了 好久沒有辦法 這個感覺 這時候變小了 對 這種感覺 我報紙還想用滑的有沒有 對啊